- 字幕作為李宗盛 對我姐妹很快開始今天的分享 在開始之前請幫我們做幾件事 這是一個很好傳福音的方法 首先先幫我們按讚 然後幫我們訂閱 而且把它分享出去 這樣很多人就會看見這個很棒的講道 對不對還有就是幫我們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最新的影片你就會最快看到 還有如果你覺得我們講話講太快 請在設定這個地方把它變慢 它有一個地方可以調速度 調慢我們講話就會變慢 如果你覺得太強你就把它調快 我們講話就會變快 無論如何願上帝祝福你 今天的講道的題目是 你以洗淨成聖成义了 你可能如果聖經很熟聽我姐妹 可能會覺得 這不是哥林多的書信的內容嗎 怎麼會在《使徒新傳》25章講的 但是你以洗淨成聖成义 因為跟今天的題目很有關係 好了 開始現在讓我們做一個禱告 絕對向你獻上感謝 主要我們祝福這裡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 在你的恩典裡 主要謝謝你這麼愛我們 祝福這裡每一位 主要你的話語被解開就發出亮光 主要謝謝你 祝福這裡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要從你的話 從你那個解開的話語得著那許許多的祝福 看見你的榮耀 看見你的祝福 主要你的同在繼續繼續的彰顯在我們當中 主要你的保守孩子的心 孩子的口 主要我們從你領受那個話語 主要分享出來 主要你的話語使我們知道 我們不是只是好像 好像就約的執事 主要不是那個定罪的執事 乃是那個稱义的執事 因為主已經大大的悦纳我們了 你知道嗎 天父看你 就很像我們剛才看到可愛的小baby一樣 如此的可愛 成員一千萬倍 你看自己的時候你都覺得怎麼可能 我看我自己並不可愛啊 可是天父就是這樣看你 他看你就是如此的可愛 如此的寶貝 要讓我們活在一個天父非常愛我 耶穌非常愛我 聖靈非常愛我的一個身份裡 祝福這裡的每一位 奉神祷告 阿們 你知道嗎 那這是聖經的經文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被洗禁 我們已經被稱為聖 然後呢 我們已經稱义了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以前我們常常會覺得 我們得做很多行為才能夠被愛 可是從神的角度是 你已經收納成為他的兒子跟女兒了 所以你既然是神的兒子跟女兒 你會怎麼樣 你就會被愛啊 對 對吧 是不是有人有點懷疑 如果你自己的生活背景過程有一些那個 好 沒關係 比如說啊 我一直記得我爸爸的教育方法 他那個時候我們家在菲律賓有工廠 所以他就跟我說 你好好唸書喔 你不好好唸書就把你丟去菲律賓當小工喔 就當工人這樣 所以我就很害怕 可是呢 像這樣子的方式呢 讓我覺得 啊 我只要書不唸好 我就不會是兒子 我就會變成工人 而且還被丟去菲律賓的工廠 所以呢 我人生一直都沒有去過菲律賓 對 直到後來有一次要去之前還迫切禱告 然後醫治恢復 然後才去這樣子 而且感謝主我爸爸的工廠倒了 對不起爸爸 為了我自己活下來 你的工廠跟我還是 好啦 算了 OK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知道你的身份 你要知道無論如何你都是神的兒女 你不會功課好 好好唸書才會是神的兒女 功課不好就不是神的兒子神的女兒 比如這樣說好了 你家隔壁的小明他是優等生 這次小明終於是比較優秀 他是優等生 然後呢 你功課就是普通這樣子 大概可以考30名 全班大概30個人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偶爾可以到28名這樣 OK 然後呢 隔壁的小明功課非常的好 所以呢 有一天你爸就說 算了 我把小明接過來當我兒子 你被趕出去了 會這樣嗎 應該不會吧 對不對 有沒有聽過一個笑話 有一個爸媽就跟他小孩說 你再不夠我就把你電話接上去 再撿一個回來 然後那小孩就說 你去撿啊 撿回來 對 是他爸媽不要的 也是不好的 懂嗎 你懂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說 其實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世人都犯了罪 凡被丟在街上的都是不好 不是啦 不是啦 無論你會被丟在街上都是不好 不是 人都犯了罪就對了 好 反正如果說我們要行為好 才能被接到成為神的兒女 沒有一個人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本來就是 請問一下 有沒有那種小朋友生出來 然後開始走路 然後摔倒一次 你就說 啊 這不是走路的料啦 以後就要不要走了 會不會 我們任何一個人 每一個人走路都是 走走走走 然後摔倒 然後走走走走 慢慢練習起來對不對 我們本來我們的屬靈生命 本來就是慢慢慢慢成長 你先從爬開始 然後開始走 然後走慢慢慢慢慢慢的 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大肢 越來越有力氣 然後你可以開始跑 然後可以開始跳 對不對 有沒有生出來就會跑的 就母腹一出來就開始跑這樣子 沒有啊 對不對 挪詐 好啦 沒有 那是那個神話故事 OK 好 可是呢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接受耶穌說 我們已經被洗淨 我們已經成聖 我們已經成義了 這是我們的身分 神看我們是這樣 可是你的題目是 你會覺得 真的嗎 我有被洗淨了嗎 有 我知道好像罪得聖免 所以我被洗淨 好 那我也因性成義 可是我成聖了嗎 我記得以前很多人教我說 我們還有成聖的道路啊 有沒有聽過 成聖的道路 可是事實上 聖經上沒有成聖的道路這句話 而是你已經成聖了 我長這樣還成聖 拜託 不是我 你也可以指自己啊 幹嘛笑我啊 我的意思 你會覺得 我這個行為 我這樣成聖 我哪裡成聖了 聖長這樣嗎 是神看你已經成聖 你已經有成聖的位分 你已經被神看為成聖 你已經被神看為成義 你已經被神看為洗淨了 你已經有那個身分了 所以你的行為才會跟上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呢 我們常常舉那個乞丐王子的例子 對不對 比如說你的父王 你是一個王子或是一個公主 然後因為打仗或種種原因 你流落在民間 那你為了要求生存 然後剛好受養你的人是一群乞丐 所以你只能夠乞討而生 為了吃飯嘛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呢還會 然後吃不夠還會搶別人的這樣 然後呢有一天你的父王剛好經過了 然後呢看到 這不是我的孩子吧 是啊 他說這應該是我的孩子吧 然後他想 嗯我沒有跟人家亂搞啊 怎麼會這樣 沒有 然後呢就把他 然後就認出來真的是他的孩子 然後就帶回家了 就帶回宮廷 恢復王子跟公主的身分 所以父王是不是看你已經洗淨 因為他把你洗乾淨了 然後呢稱你為王子或公主 然後呢你已經是神家裡的人 所以你成聖了 你已經洗淨成正成義了 你的身分你就是王子跟公主 準備恢復囉 那你其他的兄弟姊妹跟你同桌在吃飯 然後呢桌上 呃因為是國王很有錢嘛 所以你就用純金的盤子 不能純金純金會很軟 對就是加一點K金的盤子 然後呢再吃牛排 好吃一吃 那你就看四下五人就把叉子收起來 然後用刀子戳著吃 然後吃完把刀子也收起來 然後就回房間 然後呢其實你所有的兄弟姊妹 你父王也看到 我覺得嘖 他在幹嘛 嗯 他可能有這個思考吧 給他玩吧 然後下一餐你就繼續吃 然後又有全新的餐具 然後你房間就堆了兩百隻的 沒有洗過的 的刀跟叉 然後呢 大家就覺得 嗯 好吧接納他讓他玩吧 可是呢 你想為什麼他要偷這個東西 因為對他而言 他以前在當乞丐的時候 黃金的刀子跟叉子 開什麼叫價值連城 可以換我十天的吃飯的錢啊 什麼的 可是等到他偷了兩三百隻 房間都發臭了 很臭在那裡之後 然後蒲倫覺得 嘖 這個王子或這個公主 這個嗜好真的是很奇怪 我可以幫他洗嗎 洗了他會生氣 對不對 而且分明 我們有整個櫃子裝得漂漂亮亮的全新 他喜歡收集 為什麼不拿好一點 要拿這個用過的咧 然後呢 結果他就發現他不用偷 因為本來就是他的 所以之後他就不再偷刀子跟叉子了 他改偷盤子 對其實盤子比較值錢嘛 對刀子跟叉子 OK好 然後呢 慢慢在盤子偷完了 又臭了又髒了 最後發現 算了 王王不用偷嘛 我怎麼拿都可以啊 這個時候他恢復他的身份 他本來就恢復他的身份 他是王子跟公主對不對 可是他在那刻他發現 原來他不用做那些事了 他不用保護他自己 他就是神的兒子 神的女兒 你就是已經是了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的行為 可能還沒跟上我們的身份 你已經洗淨 已經成聖 已經稱義了 但是我們的行為 你是一個成聖的人 怎麼會做這些事 那你是一個王子 怎麼會去偷叉子 而因為你以前 在最終的生活訓練 讓你變成那樣 因為你以前要靠自己 才能活下來 你要靠自己努力抓住 才能夠有盼望 才能夠活下來 因為你餓過三天五天 餓到快死掉 所以你太痛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 從那個痛苦裡面出來 所以你太習慣了 可是等你透了兩三百支 房間都臭了以後 你發現你根本不需要做這件事 然後你開始活出 你已經洗淨 你已經成聖 你已經成義的生命 懂嗎 所以請跟前後左右四個人說 你已經洗淨 已經成聖 已經成義了 你已經洗淨 你知道嗎 當你跟人家說 別人又對你說 你看你剛才就聽到八次了對不對 因為原則上應該有四個人跟你說 不一定 搞不好 有六個人跟你說不一定 那數學問題要做 總而言之就是 你要知道你已經洗淨 已經成聖已經成義了 可是你的行為 有沒有活出那個成聖 有沒有活出那個成義 已經活出那個洗淨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鼓勵你 你已經是王子跟公主 不要再偷叉子了 本來就是你的 好不好 你要整套 你喜歡收集這個 你就跟你爸講 他就直接 把那個放在木櫃子 漂漂亮亮的整套 放在你房間 然後你後來會覺得 我收這幹嘛 對不對 你懂意思嗎 不用再靠自己做這一切 OK 我們上禮拜講到 使徒行算第24 我們講到什麼 上個禮拜的題目叫什麼 你們有沒有來啊 我有沒有來啊 我應該有來吧 對不對 你們有來嗎 對不對 跟保羅有關是什麼 好啦 他們還記得油推股 好啦 結束 油推股是第23集 23集是沈睡的油推股 24集叫保羅的選擇 你們曉得為什麼你們都記得油推股嗎 因為我們終於成功的 大家知道油推股是誰嗎 就是坐在窗戶旁邊 聽講到摔下去死掉 然後我們幫你想一個梗 他姓谷 他平常做油推的 所以大家都叫他油推股 所以你們就記到現在 好 OK 然後保羅沒有用梗 所以你們就不記得 上次的題目叫保羅的選擇 好不好 因為保羅面臨他生命中的選擇 所以我們來回顧一下 也跟我們今天題目很有關係 OK好 《使徒行傳》21章4節請念 找著了門徒 就在那裡住了七天 他們被聖靈感動 對保羅說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OK好 他們在回城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 然後他們住在一個地方 然後住了七天 那個地方的門徒被聖靈感動 對保羅說不要上耶路撒冷 所以聖經上說被聖靈感動 這個就是聖經上說的被聖靈感動 就是神說不要上耶路撒冷 沒有問題對不對 所以那個地方的門徒被聖靈感動 對保羅說不要上耶路撒冷 神已經跟保羅說不要上耶路撒冷了 好 然後呢 大家知道有沒有 我們之前看第二次訓宅旅行也有 神有叫他們不要去哪裡 不要去哪裡 然後要去馬其頓傳福音 OK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神怎麼會叫保羅不要去耶路撒冷 神也叫保羅在很多地方不要傳福音 OK好 所以聖靈其實已經感動保羅 不要上耶路撒冷了 好我們再來看 所聽說21章11節請念 到了我們這裡 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說 聖靈說 猶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裡 好 到了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就是凱撒利亞 到了凱撒利亞 他們就有一個先知叫做雅加布 你一定不記得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給你哏 唉 真的是 真是幸福啊 你看我們以前要聽哏都要去補習班對不對 學校老師怎麼會給你哏對不對 學校老師只會叫你滾 不是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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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誇張啦 但是有一些會 好啦OK 我們祝福我們的正規教育 然後我們也祝福我們補習教育 總而言之反正我們大家就可以領受到正確的 OK好 到我們這裡呢 雅加布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 我實在很好奇要怎麼捆上自己的手腳 好OK 然後就說聖靈說 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 簡單說就是 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捆綁保羅 把他交到外邦人手裡 OK 所以呢 有一個先知領受了一個說 你在那裡會遇到這些事情 所以呢 弟兄姊妹他們也領受的東西 他們果然繼續勸保羅不要去耶路撒冷 他們勸保羅不要去耶路撒冷 可是保羅怎麼回應呢 好 使徒經窗21章13節請念 保羅說 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為主耶穌的名 不但被人捆綁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願意的 OK 我們的保羅 我們使徒保羅非常的為主火熱說 就算我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然後大家就覺得好悲壯 問題就是神沒有用 你死在耶路撒冷啊 生死在舌頭的全下 當然我們今天不會講太細 如果你有興趣要去看我們第24集 保羅的選擇 但是我跟你說 真的是保羅選的 真的是保羅選擇 他說 他就算死在耶路撒冷 他也願意喔 所以他選擇 就是堅持要去耶路撒冷 所以呢同工們就怎麼樣 21章1415節請念 保羅既不聽勸 我們便住了口 只說 願主的旨意成就變了 過了幾日 我們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然後因為保羅是他們的領袖 其實教會是很看重屬靈權柄的 宣教等等 其實所有人都是保羅的同工嘛對不對 所以呢保羅他們只能勸保羅 可是保羅還是決定的人啊 今天如果保羅是別人的同工 如果說當初巴拿巴還在 而且巴拿巴是領袖的時候 可能是巴拿巴跟保羅說我們不去 然後保羅要順服 因為保羅不是領袖嘛那個時候 可是保羅後來成為領袖啦 而且他跟巴拿巴拆火 現在巴拿巴在別的地方傳服 因為可能還在賽普路斯 OK好 保羅既然不聽勸 就他們只能住了口 就說願主的旨意成就 好吧 那就你的意思是說 願主的旨意成就 是願主說保羅會被抓起來的事情成就嗎 沒有 他們意思是說 主啊反正我們把它交在你的手中 願主的旨意成就 所以過了幾天 他們只好他們就願意 他們就陪伴他們的領袖 我們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 所以他們就決定要去耶路撒冷囉 好 17 18節請念 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們歡歡喜喜的接待我們 第二天 保羅同我們去見雅各 長老們也都在那裡 OK所以到耶路撒冷呢 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非常歡喜的接待 你看這邊用我們 所以最少有誰 路加跟保羅嘛 事實上還有很多同工 我們去查考前後文 所以呢 路加這次也跟他們一起到耶路撒冷 第二天 保羅同我們去見雅各 長老們也都在這裡 所以你知道路加是外邦人嗎 路加不是猶太人 不是猶太人就是外邦人 聖經的定義 外邦人不是非基督徒 聖經的定義 外邦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 就叫做外邦人 OK所以呢 路加是外邦人 然後剛才 等一下會提到另外一個人 也是外邦人 OK好 保羅同他們呢 保羅就一起 保羅跟這些同工們 他們就去見雅各 然後長老們也都在那裡 OK這個雅各是誰 是不是使徒雅各 大家面面相去 是不是 當然不是 因為使徒雅各 是使徒裡面第一個殉道 保羅同他們去見的這個雅各是誰 還有哪個雅各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雅各是誰 耶穌的弟弟雅各 OK 這個雅各又稱為公益者雅各 他的特點就是 他是一個 他也是因性稱異的人 大家知道一件事喔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些 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請問猶太人到底要不要因性稱異啊 猶太人信耶穌會不會因性稱異 還是要遵守律法 猶太人可以靠遵守律法 誠意嗎 聖經很清楚的說 所有的人都沒有辦法靠行為誠意 你知道律法是聖結的 律法完全沒有錯喔 律法是對的喔 不可偷盜不可假見證 不可殺人不可什麼什麼 那是對的啊 本來就不可以啊 對不對 不可殺人沒錯嘛對不對 不可偷盜不可假見證 都沒有錯嘛對不對 問題是這一切的不可他沒有錯 問題是當有他在的時候你就有事啊 因為你做不到啊 懂意思嗎 我們做過一個實驗 在幼稚園裡面有一面很乾淨的牆 平常沒事沒事 你開始在上面寫請勿吐口水 就一定會有小孩吐口水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聖結上提到的 非因律法你不知道何為罪 然後呢律法會惹動憤怒 就很像我們常常提的 請你千萬不要想紫色的恐龍 請你千萬不要想紫色的恐龍 不可以想不可以想什麼 不可以想紫色的什麼 紫色的恐龍 千萬不要想喔 然後這樣呢 你保證會去想對不對 你是不是哪一開始有紫色了 然後你想到你那個同學長得像恐龍 不是啊 不是啊 不一樣不一樣 OK 我所有是紫色恐龍幫你 有一隻恐龍 很可愛 兒童片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不知道還沒關係 他不是重點 他不復應的重點 OK好 但是我們的雅各這個人呢 可能他從小跟耶穌在一起 他真的看到什麼是真正的道路真理跟生命 所以這個人的行為也很好 甚至於連猶太當局的人都認為這個雅各稱他為公義者雅各 感覺起來好像是雅各行為好到你不用因性誠意人就覺得你是藝人 這個態度 所以這個雅各也是寫雅各書那個雅各喔 OK所以雅各跟一群長老們他們都在 這個時候出了一件事情 我相信這也就是為什麼 神不要保羅到耶路撒冷的主要原因 好我們來看發生什麼事 好十九節請念 保羅問了他們安便將神用他傳教在外面說 一切事都一一訴說了 還好他們有些開始又再講一次 不然我們使徒行動會有五十章 好OK OK所以就很快的路加神篇幅就一一訴說了 所以是誰說的這件事 一一 他說了 大家知道這個現在蠻流行的冷笑話嗎對不對 剛才講那個記得嗎 明明可以靠顏值偏偏努力工作 大家知道這個笑話嗎 明明可以靠顏值就是明明長得很漂亮 偏偏要努力工作 然後下一句是 你好我不是明明我叫偏偏 聽得懂嗎對不對 明明長得很漂亮 這樣所以他就去當模特兒或是演藝人員 然後呢偏偏只好努力工作 偏偏是一個人明明是另外一個人 笑話解釋完就不好笑 好啦就這樣 OK所以呢今天來講這個故事的人叫一一 一一就訴說了這件事情 好啦沒關係啦就這樣好 在外邦人中間所行的事然後一一就把它說出來 我是看一下你知道吧 保羅他們就說出來 OK問題其實出在下一節啊 二十一章二十節請念 他們聽見就歸榮耀與神 對保羅說 兄台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 並且都為律法熱心 你有沒有發現很可愛 因為是河河本1890年的翻譯 兄台你看猶太中信主的有多少萬 就這種感覺有沒有好像趕快還要唱一下那個 什麼什麼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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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人信耶穌的很多很合理你看 那個時候他們聖靈降臨節的時候 大家知道聖靈降臨節快到了 聖靈降臨的時候當天就有三千個的信主對不對 那是幾星是很多年前的事喔 然後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現在有很多萬是很正常的啊對不對 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很多萬啊對不對 重點是他們都被律法熱心 這才是問題你知道嗎 雅各因為他自己本身就很好 我跟你講如果你有一個哥哥是耶穌 然後呢他從小就是那麼的完美 而且他又接納你又愛你 因為我相信耶穌絕對不會欺負他弟弟嘛對不對 因為欺負弟弟是犯罪的事嘛對不對 是吧 是 我哥以前沒有啦 哈哈沒有 就是真的是 好啦 那我也欺負過我堂弟啊對不對 我承認這是犯罪的行為謝謝對不起 謝謝耶穌赦免我然後對不起 好但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你想到一些事你就跟上講 主啊謝謝您赦免我 然後並不代表好像你 你知道耶穌已經聖免你 過去 現在 未來 全部 一切 所有的罪 懂意思嗎 所以有人就說那我就可以放肆啊對不對 真的會有這種人 這種人就很像是你說你請朋友去吃飯 然後MENU給他說啊你隨便點 然後你知道他平常飯店就是叫一份 因為你請客他叫三份還叫最貴的 有沒有這種朋友 他還是你朋友嗎 他就算是你朋友來一次以後 你們大概也就 還是朋友但是絕對不約吃飯了對不對 所以呢策略技巧就是都讓主人點 在旁邊三風點火就好 沒有我是開玩笑的 就是都讓主人點就可以了 好不要三風點火 OK好 所以呢我要跟你說神聖明我們過去 現在未來所有一切的罪 確實有人會放縱的說 好那所以神既然聖明我一切的罪 所以我就不用再改正我的行為了 我們前面是不是提到我們已經起敬已經成聖已經成義 那是神看我們的身份 我們是王子跟公主已經被帶回父王的家 但是為了你自己好 你把那些臭掉的餐盤放在房間要幹嘛 那會很臭啊 還有為了你的父王的榮耀 你想像一下如果外國的國王來看到你一個國王的孩子 偷他的盤子 甚至連那個外國國王的盤子都偷走 會不會很丟臉 會嘛對不對 可不可以引起外交問題 甚至打仗對不對 所以為了榮耀的緣故 為了你父王的榮耀的緣故 為了你自己好 為了你的國度 為了所有這一切 你要有好的行為 可是你沒有好的行為 你還是神的兒子跟女兒 你還是父王的王子跟公主 知道差別嗎 所以你還是要有好的行為 但是那個好的行為不是 就是我要有好的行為 我要有好的行為 就很像是 假設有一個弟兄他 不要軟弱 他很愛看 他就是會東看西看 然後呢 然後他就一大早跟你講 今天 絕對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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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開始想 那不是一樣 你懂意思嗎 就是不是不可以 而是簡單這樣講好了 你有沒有那種 比如說你看 看你很喜歡看的電影 或者是 或者是玩遊戲 或者是做一些狀況 是做到你都不想要吃飯 就是忙到 或者是開心到 一直在 我小時候打電動都不用吃飯的 我承認 我承認 好 然後我都這樣子打 然後我覺得會瘦這樣 沒有啦 連瘦都沒有想 就真的瘦了 小時候蠻瘦的 好 就是說 當你專注於一件 你很感動 很喜歡的事情的時候 你根本就忘了那些部分 所以問題的解決方法 根本不是我不要犯罪 如果我不要這件事有效 那耶穌就不用替你死了 知道嗎 如果我不要 我絕對不可以再做這件事 這種東西有效 那你早就改好了 你還來信耶穌 不是 當然這兩件事 我的意思是說 你 你就是沒有辦法靠自己 你才要靠神啊 你從小我們大家學了 理義廉恥 學了生活倫理 學了仁義道德 那些東西可以幫助你的話 你以為耶穌很喜歡上十字架 耶穌一點都不喜歡上十字架 你知道嗎 耶穌在前一天晚上 他在克西馬園跟天父說什麼 主啊 十字架 噢 夜太爽了 讓我明天來享受吧 有這樣嗎 沒有 他怎麼說 他說主啊 如果可以請撤去這杯 如果他導要到這裡 我們就完了 因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 跟百分之百的人 他可以跟主說 主啊 如果可以請撤去這杯 就這樣 那我們就完了 因為我們就不會得救 但是還有他所有下的句主啊 如果請撤去這杯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耶穌有百分之百的人性 跟百分之百的神性 他事實上 他很不想上十字架的啊 誰想上十字架 被虐狂也不會想上十字架啊 真的不會 因為那是會死的 好不好 OK 可是耶穌必須為了我們上十字架 了解嗎 所以那是極大極偉大的愛 OK 好 所以這邊說到 其實我們如果能夠靠自己的努力 來解決問題 問題早就解決了 你都今年幾歲了對不對 你能夠解決問題你早就解決了啊 原則上是否說一些心裡面問題 就是不行你才需要靠救主啊 對不對 OK 好 所以呢 這邊提到 事實上 猶太人信主 很多人信主 可是因為他們實在有一個很棒的領袖 叫雅各 雅各的行為非常的好 好到大家也都學他有很好的行為 然後開始信主 而且為律法熱心 可是呢 核心問題就來了 為律法熱心 我們不是讀到如果 想要靠律法稱義會怎麼樣 信就歸於虛空 應許就廢棄了 我們繼續往下看 所以保羅事實上在耶路上遇到一個罪 你知道他在前面被人家怎麼打 被人家怎麼弄都沒有關係喔 神的恩典那一切都復辟喔 可是他到這個地方 保羅被迫做了一些選擇 你看 因為 猶太人中很多人信主 而且那麼多信主的人裡面 他們都會律法熱心 所以其實你看耶路上人的教會 也沒有受到很大的破壞 因為他們只是覺得他們就是 猶太教的另外一個宗派 叫做拿撒勒教派而已啊 就是他們覺得 你們的拉比比較弱一點 從拿撒勒來 你知道拿撒勒就是窮鄉僻狼的 打魚的人 他們的政治經濟宗教都在南邊 然後拿撒勒是在北邊 是比較窮的人 懂意思嗎 OK好 然後我們繼續往下看 所以其實保羅看到的問題 首先這邊看到的就是說 那個時代背景是有一群 猶太人信耶穌 而且全心的遵守律法 為律法熱心喔 好 21章21節請念 他們聽見人說 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 离器摩西 對他們說 不要給孩子醒割禮 也不要遵行條規 OK好 請問一下他們聽見的 這東西對或不對 你去看蠻簡單嘛 你去看哥林多前後書 你去看菲利比書 你去看加拿太書 加拿太書寫的還蠻早的 確實這個時間點 加拿太書應該已經寫出來 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 事實上保羅是教訓所有外邦人 你不要再依靠摩西了 你要依靠耶穌 因為 律法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而真理是從耶穌基督來的 所以你看 本來就應該離信摩西啊 摩西可以讓你得救喔 有摩西教嗎 你是信摩西教嗎 信摩西得永生嗎 摩西為你盯十日教嗎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對他們說不要給孩子行割禮 也不要遵循條規 確實啊 保羅確實在他的經文裡面說到 那真受割禮的 是心靈受割禮 也不是肉體受割禮的啊 對不對 然後也不要遵循條規 沒錯 保羅在羅馬書很清楚的時候 不是靠行為去做這一切事情啊 所以其實他們聽見也沒錯啊 保羅確實是這樣教的啊 沒錯吧 我們都有讀過嘛對不對 保羅書信都有嘛 好 21章22到23節請念 眾人必聽見你來了 這可怎麼辦呢 你就照著我們的話行吧 我們這裡有四個人都有怨在身 然後呢我們的 耶穌的親弟弟雅各 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雅各 公益者雅各說 大家都聽見你來了 這怎麼辦呢 你就照著我們的話行吧 他在說服保羅請你來做這件事喔 如果你有去外地講道 或是去別人教會分享過 你會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要尊重在地教會的權柄 知道意思嗎 就是說 比如說我去一個教會講道 他就會告訴我說 那個牧師就告訴我 你不要講啟示錄喔 你就不是不要講啟示錄喔 然後我就去聊聊 原來他才剛講完一個啟示錄的系列 他希望我不要講啟示錄 OK啊我就尊重啊 反正我本來就沒有講啟示錄啊 OK 就是說你要去尊重那個教會 當地教會的權柄 更何況耶路撒冷教會 是所有教會的母會 耶穌帶著耶路撒冷為我們死 為我們的罪死為我們復活對不對 然後福音確實是從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薩瑪利亞 直到地極做主的見證 所以呢他們非常尊重公益者雅各 耶穌的弟弟雅各 從寫言來說哇 耶穌的弟弟雅各欸 對不對 你看 為什麼雅各可以這樣 我相信 因為他有一個這麼完美的哥哥 從小愛護他疼愛他 然後又活出真理 彼得雅各約翰跟耶穌三年半就可以這樣 那請問一下雅各跟耶穌三十三年半 好算三十歲好了 三十歲耶穌出道嘛 他跟耶穌可不好 他比耶穌小兩歲 他跟耶穌二十八年 那生命應該會很不一樣嘛對不對 他親眼看見 道成的肉身活在我面前的跟我一起吃餅乾 而且每次 每次 別人的哥哥都在搶他的東西吃 他都把他的東西給我吃 那耶穌會不會瘦小 不會耶穌有神的恩典跟祝福 我小時候說 你知道我們是十五個堂弟妹表弟妹子 一起長大的 我會搶他們的東西吃 他們沒有很瘦小 感謝主 好啦OK 那真的啊 我跟你講 人的罪心就是這樣 你不用教人就會犯罪 你不用教他就會說謊你知道嗎 小朋友不用教就會說謊 你不用教他就會搶別人東西吃 沒錯嘛 說謊是不是犯罪 搶別人東西吃是不是犯罪 所以世人都犯了罪 這是歸絕神的榮耀啊 對啊 是真的啊 你不用教小baby就會啊 如果留了哪一個小孩子 從小就沒有罪性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耶穌啊 OK 所以這是人的原罪 本來人就會這樣啊 OK好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們的公益者雅各 就 以在地的牧師的權柄 以及甚至於可以說是 所有教會的母會的主任牧師的權柄說 要求這個被派去外面的宣教師說 你就照著我們的話行吧 他請他去做一件事 我們這裡有四個人都有怨在身 要幹嘛 要帶他去還怨 我們的雅各就對保羅說 你就照著我們的話行吧 然後叫他幹嘛 就說我們這裡有四個人都有怨在身 後來發生什麼事 來我們看看二十四節請念 你帶他們去 與他們一同行捷徑的禮 替他們拿出規費 叫他們得以剃頭 所以大家知道他們平常都不去理法院的 都去聖殿剃頭 好 沒有啦還是有理法院 OK好 之前有提到保羅在一個地方叫尖閣禮 然後也剪了頭髮 OK所以其實你看 你帶他們去就是 雅各說保羅你帶這四個人去 跟他們一起同行捷徑的禮 替他們拿出規費 叫他們得以剃頭 規費跟剃頭問題都不大 因為跟核心信仰沒有關係 可是捷徑的禮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 二十一章二十四節的後半段請念 OK你有沒有發現雅各想要讓大家看見什麼 保羅做這些事 而且知道你保羅是 知道你遵行律法 蛤 他想要讓大家看見保羅遵行律法 怎麼辦 其實保羅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雅各 耶穌的親弟弟雅各 公益者雅各 所有教會的母會耶路撒冷教會的負責人雅各 要我去 而且我是宣教師回來 我要不要做這些事 而且我從小常常都在做這些事 所以雅各要他做這些事 讓人家知道我是遵行律法 可是保羅在所有保羅的書 現在告訴大家什麼 律法是一邊 是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是在一起的 是從耶穌基督來的 保羅他核心的不斷傳講 律法跟恩典的差別 整個羅馬書整個加拿太書 都在論述這件事 羅馬書一直不斷的 用很多的角度 五張六張幾張 然後加拿太書整個就在論述這個 所以你知道這個問題就是 他跟保羅說 你要去做一些事情 讓人家看見你遵行律法 好 21章25節請念 至於信主的外邦人 我們已經寫信擬定 叫他們謹記那寄偶像之物和血 並勒死的牲畜與奸淫 即便是雅各這種狀況 他還是再強調一件事 至於信主的外邦人 我們已經寫信擬定 記得之前有耶路撒冷會議對不對 耶路撒冷會議開的這東西就是 要把那個寄偶像之物 寄勒死的牲畜跟奸淫 這四個點不要去做就好了 這是外邦人 外邦的基督徒 你看信主的外邦人 誰是信主的外邦人 就是除了信主的猶太人之外 所有人都是信主的外邦人 所有信主的除了信主的猶太人之外 所有信主的都是信主的外邦人 沒錯嘛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信主的外邦人 我們當中有猶太血統了嗎 有戴小帽了嗎 欸戴大帽不算 好小帽 沒有戴小帽 你們有沒有看過猶太人的小帽 我最常想問的問題是 你怎麼黏上去的 為什麼從來 敬拜跳來跳去都不會掉 對啊 後來聽說有一種專門的教 對 OK好 我們現在基本上你聽得懂中文 你大概是信主的外邦人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 首先你 連公益者雅各 耶穌地理雅各 都認為我們這些信主外邦人不用守律法 沒錯吧 他只說我們要禁戒那個既有像之物 血 垃蛇 牲畜跟奸淫 沒錯吧 這本來就是不要的嘛對不對 但至於血齁 到底會不會吃血 我們已經錄了影片 你吃牛排 切開來流出來那個紅紅的那個血水 那個東西叫雞紅素 那不是血 OK好 我也去查是真的 所以那個不是血 因為你切開來流出來那個紅色的血 它不會變成 你吃久了就變成一塊豬血在旁邊 或是雞血在旁邊這樣 所以那不是血喔 OK好 但是呢你能不能吃豬血雞血 簡單說看你平不平安 你不平安就不要吃 你平安你就吃 但是你吃的不要論斷不吃的 不吃的不要論斷吃的 那你有興趣可以去看我們其他的影片 之後就會出現在左上角 好OK好 所以呢 那為什麼不要去吃勒死的深處 好像是說因為勒死的深處 事實上是會 是會有毒素的 OK好 然後呢當然 藉有像之物呢 其實呢 我是給大家的建議 就是如果你在街上買聖經上很清楚的說 買了就可以直接接近就吃 那至於其他的藉有像之物 其實是看你的平安 有些人是覺得家裡的就吃沒關係 有些人覺得完全不吃 那你自己看 有些人是覺得無論如何都想吃 那其實保羅也有其他的討論 我們今天就不講 但是我要跟你強調的事情是 你只要是信主的外邦人 反正你不用守律法 這也沒問題對不對 可是保羅是一個信主的猶太人 要不要守律法 現在公益者雅各跟他講 你還是讓大家看見你守律法吧 然後這個時候保羅還沒事喔 因為保羅還沒做啊 現在只是雅各要求他 可是保羅必須做一個選擇 保羅做了什麼選擇呢 21章26節請念 於是保羅帶著那四個人 第二天與他們一同行了捷徑的禮 進了店 報名捷徑的日期滿足 只等祭司為他們個人獻祭 OK保羅就帶著那四個要還願的人 第二天跟他們一同行的捷徑的禮 進了店 報名捷徑的日期滿足 只等祭司為他們個人獻祭 OK這樣問題就來了 這個現在保羅確實去做的問題就來 第一請問一下在新約之下 我還需要捷徑的禮嗎 你已經洗禁 你已經成聖 你已經稱義了對不對 你不需要捷徑的禮 再來你要等祭司為你獻祭嗎 耶穌一次為你獻上最完美的祭 而且這還是萬名皆祭司啊 所有人都是祭司的 你還要等祭司為他們個人獻祭 那這就回到律法裡面 因為你認為你要做這些禮 你的罪才會得捷徑 你才是聖結 問題是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真理 保羅自己所傳講的福音告訴我們 你今天信了耶穌 你就已經洗禁了 你就潔淨了 你就誠意了對不對 那保羅做了什麼事 就是這個經文 加拿大書二章十八十九節請念 我素來所拆毀的若重新建造 這就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上帝活著 好 弟兄姐妹 加拿大書 加拿大書已經成書了 保羅自己講的 我素來所拆毀的 如果重新建造就證明我犯罪 而且前後文就在說 我因為律法向律法死了 所以他現在在說的事情就是 他拆毀的事 他拆毀的就是要靠律法稱義的生命 要靠律法稱義的生活 沒說這是前後文對不對 保羅自己講的對不對 可是保羅現在居然在做 他素來所拆毀的事 他帶大家去行捷徑的禮 然後還要等祭司為他獻祭啊 他自己就是祭司啊 萬名皆祭司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君君的祭司 聖節的國度神的兒女對不對 弟兄姐妹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並不是在定保羅的罪 我只是告訴你 保羅也是人 他也不完美 唯一完美的是耶穌 但是你要知道 保羅就算軟弱了後面神 還是救他 保羅並沒有最後真的給他死在耶路撒勒 他不是說他想要死在耶路撒勒 沒有啊 保羅還多活了好多年 可是呢 有很多神學家也有一樣的看法 保羅因為這個錯誤的選擇 他有非常長的時間 不能夠去傳福音 應該說 他就在整個羅馬的法律的管轄之下 他只能很有限的跟來 拜訪他的人傳福音 或是他碰得到的人傳福音 可是保羅之前 他三次宣告旅行 去每個城市幾乎全城都聽到福音 整個城都聽到福音了 所以 因為 保羅他也是人 而且他確實很尊重 雅各等等 所以他去做這件事 他去行了捷徑之禮 還等祭司為他獻祭 這就是舊約 這就是律法 他就去做這些律法的事 所以這些事情 確實成為他的 他的一個網羅 卡住他不能傳福音 我知道其實神學上 有另外一個角度是 不要那麼苛責保羅了 保羅這樣也是沒有辦法 什麼什麼 對 可是事實上真理就是真理 但大家還是要知道 保羅最後還是活下來沒事 即便他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還是沒事 而且他自己就去犯了 他自己素來所拆毀的 而且是向律法死的這件事情 他自己又去做了 但是即便這樣 保羅還是稱為神所代用的使徒 你看從我們看整合十如行傳 保羅犯的錯也沒有在少 沒信耶穌之前犯的罪超多的 對不對 大家知道保羅第一次登場在哪裡 就是屍體犯 然後大家用石頭打他 然後保羅在旁邊幫大家看衣服 下一章 保羅就會開始講這個故事 大家回顧 為了非常愛神的來迫害神的教會 因為他以為那是為主發熱心 OK好 那他信耶穌以前的罪 OK 那後來當然他信了耶穌 可是後來他繼續慢慢慢慢成長裡面 事實上他還是犯了一些錯 比如說他當面斥責彼得 說你怎麼可以隨火裝甲 可是耶穌的教導是 應該要私下的兩個人講 可是其實 有些時候我們也會犯這個錯 有些事情你就是很生氣嘛 你會這樣嘛 可是又怎麼樣呢 神還是使用保羅 神還是愛他啊 對不對 他其實不應該當面跟彼得 彼得也有錯 保羅也有錯 保羅應該私下拉彼得去說 那個 我們是不是不要這樣 猶太人沒來就敢跟外包人吃飯 但猶太人來的時候 你就不敢跟外包人吃飯 這不是水火裝甲嗎 他可以私下講啊 我相信彼得也是有 被聖靈同在充滿的人 他會說 弟兄謝謝你 好 然後他就去改 可是他在眾人面前 抵擋彼得啊 可是聖經上確實說 不應該要這樣嘛 耶穌教過我們對不對 私下 私下不行的話 就兩三個人私下跟他講 再不行的話 再找教會來處理 是這樣的對不對 OK 然後再來 他是不是那個時候他跟那個 巴拿巴他們在討論 要不要這次旅行出去的時候 要不要帶馬可的時候 保羅沒有帶馬可啊 為什麼 因為馬可上一次 因為種種原因離開他嘛 所以他就這樣 那是怎樣 你沒有饒恕囉 你記仇囉 但什麼理由我們不說 我們不去定保羅的罪 問題是保羅也不完美 可是確實後來 保羅承認馬可 在傳福音上對他有益 而且還希望馬可再過來幫他 所以那顯然 你一開始教人家不要來 現在要教人家來 是怎樣 你懂意思嗎 就是說保羅也會錯啊 可是即便保羅犯錯 他人就是神所大用 所以你不用覺得好像你會犯錯 所以就不行 如果你認為你會犯錯不行 神不能使用你 那就很像是 那個小孩第一次走路就跌倒 啊不是走路的料啦 教他以後不要走路 這個概念 我們當中哪一個是走路的料 照這個邏輯 我們現在其實每一個人 都是爬來教會 對啊 誰第一次走路從此就走得那麼好 怎麼可能 又不是馬 馬聽說一生下來就會走了 對不對 欸你們不知道嗎 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那不是重點 好啦 人生下來是不會走 人生下來連爬都不一定會爬 好不好 會嗎 應該不會吧 要一陣子才會爬嘛 連翻身都不會翻身嘛對不對 好 所以你是不是走路的料 是吧 那就是啦 保羅也是成長出來的 他現在也在另外一個面對的成長 他素來所拆毀的 重新建造了 他像律法應該是死了 可是他現在去做了一個 按照律法的規則的東西 所以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大家會討論另外一個問題 那可是保羅不是也說這個經文 哥林多前述九章二十節請念 像猶太人我就做猶太人 我要得猶太人 像律法以下的人 我雖不在律法以下 還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未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OK好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 有些神學家也說 嗯對啊 可是保羅就是因為 他想要得到律法以下的人 所以呢 他雖不在律法以下 還是做律法以下 未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啊 前提是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剛才已經提到 那些人通通都信耶穌了 信主的有多少萬 都熱心律法 你要得到他們什麼 他們已經信耶穌啦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題目來了 前面說我素來拆毀的 不要再自己重新建造 這要向律法以下 後面提到說 我不在律法以下 還是做律法 未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那這要怎麼平衡呢 很簡單嘛 你想要去跟殺人犯傳福音 所以你去殺一個人 是這樣嗎 你也想要 你要去跟小偷傳福音 所以你也去偷東西 不是嘛 所以他所謂的事情是 跟怎樣就做怎樣的人 是講路他們 不要讓他們覺得 請問一下 耶穌是 罪人跟 税吏跟 妓女的朋友 所以耶穌為了 我講得誇張一點 耶穌為了要傳福音 所以他也去擺了一個 攤子在路上收稅 還是耶穌為了要傳福音 所以去當妓女的客人 不可能嘛對不對 可是耶穌是不是人就是 罪人稅利妓女的朋友 所以這邊告訴我們 你可以跟怎樣人 就做怎樣的人 你不在律法之下 做律法以下的人 但是你可以不要犯罪 對不對 我們剛才提到那個經文 保羅帶著那四個人 第二天與他們一同 進行了捷徑的禮 然後呢這個部分 因為捷徑的東西是核心的信仰 是神已經洗淨我們了對不對 好我們往前面一點看好 那個時候 雅各希望他怎麼 你就照著我的話行吧 哪些事情 他說這邊有幾個人 你帶他們去做捷徑的禮 然後呢拿出歸費 叫他們得以剃頭 保羅事實上也有在剃頭的啊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 拿出歸費 叫他們得以剃頭 沒問題啊 我出錢一句話啊 剃頭OK啊 我自己也有在剃頭啊 對不對 問題是不要去做捷徑的禮啊 你懂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融入他們 我可以拿錢出來 我可以剃頭 但是我不要去現場啊 為什麼 我們舉一個例子 保羅確實就是在那個 捷徑的禮的地方 在聖殿裡頭 他進了禮對不對 這邊提到進了禮對不對 捷徑的禮 然後進了禮之後 然後只等祭司 他們個人獻祭的時候 被人家看見 才開始出事情的 保羅那個時候 如果有辦法 好好跟雅各溝通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當然有點馬後炮 因為我確實馬後炮 已經馬後炮兩千年了 對這很久以前 我也沒辦法過去改變啊 我能怎樣 可是呢 保羅是不是有一種選擇是 好出錢可以 那個我願意出 捷徑的禮的錢 我也願意 他們去剃頭 廢話又不是我去剃頭 好然後呢 但是我不能夠進去 請祭司為我獻祭 因為我已經有最完美的祭耶穌了 他其實可以跟他們 融入到一個地步 可是不能夠完全這樣啊 OK老師你看 所以不在律法以下 還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什麼意思 他可以融入他們 像耶穌一樣 我是罪人 稅利季女的朋友 我愛他們 但是我不犯罪 類似這樣 懂嗎 好 再強調一件事 我們沒有在定保羅的罪 事實上我 我們這裡每一個人 在保羅這個狀況 我們可能都會一樣 我們可能更嚴重 但是我們現在是 就著聖經來討論聖經的問題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不定別人的罪 但是我們既然在討論聖經 我們去看到保羅 為什麼發生這些狀況 保羅做了一個選擇 他一定要進耶路撒冷 所以他進的這個耶路撒冷 他遇到一個這麼大的試探 OK好 所以保羅確實去行了 捷徑的禮 而且等祭司為他獻祭 OK好 所以呢 再看這個經文 可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六章十一節怎麼說的請念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 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並藉著我們上帝的靈 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好大家知道這個經文的前文 六章九節十節是一堆就是犯罪 你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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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進天國 這個這個不能進天國 大家知道嗎 所以很多人就會拿那個經文 告訴你 你基督徒犯這些事不能進天國 可是你要看下文 讀今要看上下文 你看六章十一節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 從前犯了那些罪 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並藉著上帝的靈 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已經就是完成事對不對 所以你已經被上帝的靈 因著主耶穌基督的名天父 把你洗淨了 已經成聖了已經稱義了對不對 所以這邊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已經洗淨了 那你幹嘛要行捷徑而已 那你行捷徑而已 是不是就是去 不懂的人看到會怎麼樣 我們來看這個經文 哥林多前書八章十節請念 若有人借你這有知識的 在偶像的廟裡做席 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 岂不放膽去吃那寄偶像之物嗎 再看下一個經文 好八章十三節請念 所以食物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遠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這也是保羅自己在哥林多 而且是前書說的 很有可能 哥林多前書現在已經寫出來 在耶路撒冷的這個時間 哥林多前書保羅都已經寫出來了 好保羅是不是曾經教導 哥林多教會人說 如果有人見到你們這有知識的 在偶像的廟裡做席 什麼意思 前後文其實是在說 其實食物根本不能夠誤會你 玷污你 因為耶穌比這世界更大 但是呢因為你有這知識 所以你就去偶像的廟裡做席 他們的偶像廟 可能什麼雅典娜的廟 什麼戴安娜的廟 什麼宙斯廟裡面 然後他們也跟我們一樣會有廟會 然後會在那邊吃東西 大家知道嗎 所以呢 如果他看到你這個 知道食物不能夠讓你軟弱的人 有知識的人 你去這個偶像的店裡面吃 做席給他請 那這人的良心如果軟弱 他不就也去吃那些東西了嗎 所以保羅自己的教導是什麼 八章十三節說 所以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遠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保羅的教導是這樣的 保羅因著愛的緣故 跟弟兄姐妹說 我知道你有信心 你有知識 你知道你去廟裡吃東西 他也不能玷污你 但是你因為 你有這個知識你去 但是有人因為看到你 比如你想像一下好了 你假設你看到 假設你今天看到 某一個廟大廟會 然後主桌 主桌做了周神祝牧師在吃 你有什麼看法 周牧師借我舉例 因為你比較德高望重 對不對 這人的良心 若是軟弱 所以保羅說 你這樣子 你寧可 永遠不吃肉 也不要讓弟兄跌倒 但我跟你講 保羅是吃肉的 感謝主還好 不然太痛苦 永遠不吃肉 太可怕 可是還好我知道 他們玉月節都要吃羊羔 他只是在跟你說 如果我為了食物 讓弟兄跌倒 我寧可永遠不吃肉 懂意思嗎 不是真的不可以吃肉 好不好 在信耶穌之前我有調查清楚 我怕信了就不能吃牛排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真的知道 咱基督徒OK 好所以你看 保羅教的事情是 人家看見你的見證會軟弱 那同樣一件事啊 保羅要求別人 他也是一個自我要求的人 對不對 那我們的保羅自己卻進了殿 當然這不是邪靈的殿 這是神的殿對不對 可是他卻做了捷徑的禮 然後等祭司為他献祭 那眾人看見會怎麼樣 保羅你所傳講的恩典的真理 恩典的福音 你說我已經洗淨 誠聖誠義了 啊 你現在還要請捷徑的禮 還要請祭司幫我們獻祭 你確定你確定我已經洗淨了嗎 是不是 會不會有弟兄因為這樣跌倒軟弱 會不會有 一定會有對不對 一定會這樣的嘛 對 所以保羅事實上 其實他真的不應該去做這件事啊 他進聖殿去 你可以進聖殿傳福音 你可以進聖殿祷告 OK 哪裡都可以禱告我對不對 可是你去請捷徑的禮 還要等祭司幫你獻祭 那你不是告訴我們 我們自己就已經有最完美的祭了 對不對 希伯來書很可能是保羅寫 裡面講到最完美的祭那一切的東西 對不對 那保羅你怎麼會這樣 你教我們說連去廟裡面吃東西 都不行 免得人家跌倒 結果你自己為了雅各的緣故 為了那些長老的緣故 為了順福 為了愛的緣故 你去做了這些事 所以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使徒行傳》21章27節請念 那七日將晚 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 看見保羅在墊裡 就聳動了眾人 下手拿他 你會發現一件事 我們的保羅在墊裡被看見了 所以他們才下手拿他 如果保羅沒去不就沒事了 他說我出錢嘛 他們自己去剃頭啊 我出錢嘛 我願意奉獻錢呢 你們自己去處理啊 我不要進去嘛 不然我怕 我怕人家看到我去好像 這樣潔淨了裡人家就會跌倒 所以我不去 這樣就沒事啊 對不對 好繼續往下看 21章28節請念 因為保羅進了聖殿 然後呢 他就被人家栽贓說 你看保羅來招他百姓跟律法 然後還帶著希臘人進殿 誤會的聖殿 因為你知道外方人不能進聖殿 有外方人願 但是你不能夠進去更裡面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並沒有啊 29節是因為他們看見了 有一個以佛索人叫特羅菲摩 跟保羅在城裡 他就以為保羅帶他進了殿 其實保羅沒有 你懂他就被栽贓了 你會發現這整件事情 如果神那時候叫他不要來耶路撒冷 他不來耶路撒冷就沒事對不對 好那他來耶路撒冷 基本上他已經擋不住 那個公益者雅各的要求 因為在地的牧師又是所有母會 所有教會的母會的領袖要你去 其實他自己也很愛去聖殿的啊 我相信他就在那裡受教長大的啊 所以呢他就去啦 所以去就開始發生這些事啦 而且其實這個以佛索人 根本沒有進去聖殿啊 可是他們就開始栽贓大 因為他真的在聖殿嘛 對不對 然後呢全程就震動 百姓就一起跑出來抓住保羅 拉他進殿 殿門立刻就關了 所以就發現一件事 如果保羅那個時候擋住了 保羅說好OK 龜肺我出 剃頭他們剃 當然剃我的頭幹嘛 就是龜肺我出 然後我為他們祝福祷告 但是對不起雅各 我真的不能去 我不想讓人家看見 我想要遵守律法 就沒事啊 可是基本上他進了耶路撒冷 他很難擋很難啊 OK所以這就是我猜 我個人領受 這就是神不要保羅信耶路撒冷的核心原因之一 所以保羅還是去啦 去了就開始遇到這些事 所以後面很多年他就被卡住了 他就是在監獄裡面一直不斷的 還是在傳福音 可是他就不能夠像以前 他去以佛所成 全部人都聽見福音 他去哪裡 全程都聽見福音 對不對 現在全程都是來抓他的 合成都震動了 百姓很多人跑來抓保羅 OK好 我們繼續回到前面 律法這個部分 可是這樣大家就會擔心 那保羅也不過就犯了一個錯 那會怎麼樣 那我如果 那我也會有律法 我也軟弱怎麼辦 我們先來看聖經經 羅馬書4章13節請念 因為上帝應許亞伯拉罕和他後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好我們繼續 4章14、15節請念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為後四 信就歸於虛空 應許也就廢棄了 因為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OK好 4章13節告訴我們 上帝應許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 要承受世界 請問亞伯拉罕的後裔是誰 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然後呢 信主的猶太人也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事實上羅馬書有論述過 是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是猶太人 其實簡單說 就是信耶穌的人才是真正 好這樣說好了 亞伯拉罕的後裔 就是所有信耶穌的人 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好 那請問信主的猶太人 是不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當然是嘛對不對 所以信主的猶太人 要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這個經文就告訴我們 還有羅馬書事實上在論述 連猶太人 都可以不用再守律法和誠意了 所有人都是因信誠意的 今天講的比較深 OK好 所以呢 上帝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 要承受世界 神世上要我們承受世界 那個世界是 這個字的原文是cosmos 是宇宙 大家知道cosmos嗎 就是希臘文 如果有看滲透式星石的話 燃燒吧小宇宙 他們用的就是cosmos 有效的就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好 承受世界是承受宇宙cosmos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你知道嗎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我要做得好才能夠承受 你會定精的是我做得好不好 而不是我定精的耶穌做得那麼好 所以呢 那個時候你就定精的 其實核心都是定精耶穌啦 你定精的耶穌 你根本不會想靠自己好不好 就很像是你定精的耶穌 你根本不會想要去犯罪你知道嗎 就很像我說的嘛 比如說 小時候我很愛打電動 打電動打都不想吃飯 對不對 打都不想吃飯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電動太好玩了嘛 太想玩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能夠定精的耶穌 定精耶穌被耶穌愛吸引 被耶穌 就是你每天透過毒精 禱告敬拜各樣的事 被耶穌摸著吸引 你根本不會想犯罪啊 不是說耶穌說你不可以犯罪 而是你根本不想啊 懂意思嗎 這樣說好了啦 用生活的例子 假設你今天去參加一個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電視節目的比賽 就是什麼 一分鐘內進去賣場裡隨便你搬 搬的都是你的 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 那你有沒有發現那些人帶護具啊 什麼要衝啊 我看到一個最厲害的 他跑很遠很遠 然後就推了一台平板電視 大家想說你白癡啊 拿一台平板電視 結果他就 他推了平板電視 他不是推到終點 他是推著平板電視到 iPhone的那個區 然後把所有iPhone掃下來 放在平板電視上推進去 你懂意思嗎 平板電視不是重點 重點是平板電視是一個平台 讓他可以放一堆iPhone 然後他推進去 然後那個主辦單位臉都綠了 一台iPhone多少錢對不對 他你用手拿 你這樣抱10個好不好 一個 一台 好這台65吋 這台65吋的電視 可以放幾個iPhone你告訴我 整個店裡面所有的手機 都可以放得下吧 把它疊很高推出去 這樣就結束了 我算一下 如果那個50個 他最少拿100萬 然後那個 因為你知道每一集都是有預算的嘛 對不對 那很可憐 那個執行製作會很可憐 好 OK好 沒關係 總而言之就是呢 為什麼要講到這個東西 我要講的事情是 問你 當這些參賽者 在趕著要去拿這些iPhone電視的時候 他們在這過程裡面會想犯罪嗎 喔 討厭 那個工作人員討厭我想罵他髒話 你哪有空做這件事啊 你專注著定金著 要得到前面找我來得的獎賞 對不對 iPhone在那邊閃耀著等 你在那個起跑點 然後再倒數10秒的時候這邊等 我的動線首先去那裡 拿到平板電視往左邊推 再過來一點 然後把櫃子打開通通掃下去 回來剛好一分鐘 很多想好 你定金著你要得的獎賞 你滿腦子你可以執行這個獎賞 這一分鐘之內你會有想犯罪嗎 你有時間去犯罪嗎 你可以啊你可以轉過去罵工作人員 今天要罵快點罵耶 這樣我們的心費比較少 用力罵快點罵來 或者是你會突然間覺得 你想要突然想看色情刊物嗎 你白癡喔 還是你會突然間想要上網看不該看的 還是你會突然間覺得 你想要做什麼不對的事 不會嗎對不對 因為你定金著你要得的獎賞 對不對 當然這是一分鐘嘛對不對 當你定金著耶穌 你不斷定金著耶穌 你要得他從他 從上面找你來得的獎賞 你定金著耶穌的時候 你根本不想犯罪的 但是當然啦 因為這個是一分鐘 一分鐘不犯罪 大家都做得到 還是你沒有辦法 一分鐘不罵髒話 這個有點難 你現在已經沒罵了 做得很好 好 那請問有 比如說有 就算有一個人吸毒 他毒癮犯了 他那一分鐘他會不會撐過去 當然啦 我賣一支iPhone 就可以再去買更多毒啦 這是他的想法 這是不對的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即便言毒癮犯的人 都一定會撐過那一分鐘的啊 所以你定金著耶穌 然後讓那個耶穌的榮耀 耶穌的同在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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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你的生命 越來越被他摸著 越來越像他 然後你就可以 越來越 聲音上事實上提到 我們定金的耶穌 我們就會漸漸變成主的樣式 我們以前 跟主中間是有隔閡的 我們有罪 可是我們信耶穌之後 那個好像曼子打開 那個曼子打開之後 我們定金耶穌 我們會 那個另外一個版本翻得很好 是我們越來越像耶穌 漸漸變成主的樣式 OK好 可是這裡面唯一能夠攔阻 這一切祝福發生的 讓你不能承受世界 得到一切祝福的是什麼 就是律法 所以四章十四節十五節說 若是屬乎律法人才得為後世 信就隔以虛空 硬血就廢棄了 所以這也為什麼 你有很多神答應你的東西 其實是被廢棄了 因為我們還是會屬乎律法 可是題目來了 那可是我怎麼有辦法 不要屬乎律法 它是一個過程 神如果說 不要說承受世界好了 承受世界 承受宇宙聽起來太大了 承受地球也太大了 承受移動101 感受一下好了 如果上帝不是 你不要講什麼承受世界 上帝要給你一棟101 那你就會覺得101101層 那平均起來 我現在已經幾歲 他一年要給我兩層 可是問題是 其實我們生命中的律法 還沒有完全的除掉 所以那個東西是 慢慢慢慢慢慢成就的 可是突然間都對 它是突然間就下來 整棟101就變你的了 我是形容啦 不要跑去101說 牧師說這是我的 然後那個 你會被抓去關 拜託我只是形容 拜託不要做這種事好不好 但是你可以去禱告啊 讓神給你啊 OK我相信上帝要給你 很多很多很多的祝福 我們也做過這種禱告啊 我們也去過啦 我們還是相信會成就 那是一個過程 所以信就貴於虛空 硬許也就廢棄了 因為我們屬乎律法 然後呢 因為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律法是叫人受刑的 所以我們保羅差點 就被抓去受刑 而且惹動大家的憤怒啊 所以保羅也被騙去走律法啦 捷徑的禮啊 請祭司幫他 幫他獻祭啊 是不是 就是神經上說不是我自己說的啊 我知道有不同的神訓下 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我真的這樣讀起來 真的是這樣啊 OK好 但是沒有關係 保羅後來還是好好的啊 而且保羅事實上他仍舊 你知道 新約的 新約有幾篇 二十七卷書對不對 然後保羅確定是保羅寫有十三卷對不對 加希伯來書他就十四卷對不對 十四卷他就過半囉 二十七分之十四是過半對不對 那你知道 保羅就算犯了這個錯 有這個軟弱 但是你每天讀他的書信 因為他的書信 聖靈透過他的書信 給你的光照感動 還有我們許許多的事情 我們現在讀羅馬說 我們剛才讀的很多都保羅的書信 或者保羅帶來這些門徒 所做這一切的事 保羅人就在天上有 屬靈的被動收入 大家知道什麼是被動收入嗎 你買一間房子租給別人 比如說我們中間就有弟兄姊妹是這樣 自己住一個不是太大的房子 但是自己的房子買來然後租給別人 然後中間每個月賺差價 也有人這樣 這就是被動收入 你今天住在這個地方講到 你的房子還在幫你賺錢 沒錯吧 如果你還沒有的話 你可以禱告跟神說 好 你懂我意思嗎 保羅也是他現在在天上 他不能夠在地上加添什麼 但是他的作品到現在 仍舊的不斷得著靈魂 而且他的作品裡面的成功跟失敗 對跟不對也都在得著靈魂 也都在得著獎賞 那你會覺得 我又不能寫聖經怎麼辦 對 你千萬不要寫聖經 拜託 我們教會不是異端 但是你可以去傳 你可能不曉得 你今天按一個分享 轉出去的那一個 你在Facebook上面 留了一個留言說 這邊講到給我生命很大的幫助 跟大家推薦 假設是這樣 你都不曉得你哪一個朋友 按了之後讀開來看的信耶穌 這獎場多大啊 就算有一天你不在了 他還是在那裡啊 他還是可能會按啊 假設啦 我們舉例 比如說我們 我們高雄領袖的母親才剛過世 我們那天去高雄主持了這次禮拜 然後呢 前一天晚上大家是先要聚集 要討論這些事情的 就在那天晚上 過世的這位姐妹的孫女 就絕制受洗了 馬上就歸在這個阿嬤身上啊 然後同時另外一個弟兄 也同時受洗 這就歸在阿嬤身上 因為我們是因為這樣才聚集的啊 那這就是阿嬤的天堂被動收入啊 懂意思嗎 而且我們那天 所有親朋好友來 我們都給他帶絕制禱告啊 阿嬤都被他賺了一大筆來走 好不好開什麼玩笑 走之前還幹一票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教會 對大家都可以幹一票 什麼對話啊 OK好 我們用比較通俗的方式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嗎 你都不曉得你做一個東西 比如說 之前有人傳各種東西 你就去網路上去分享 然後呢 假設一下阿嬤搞不好傳了一個長輩圖 就是信耶穌真好 然後他的另外一個長輩讀了 喔 信耶穌真的很好 我來信一下 阿嬤正在天堂 他還有被動收入啊 懂嗎 天堂的獎賞啊 所以你知道 保羅即便 他寫出來的都是 聖經上那些都是神所默示 那絕對不會有錯沒有問題的 不用擔心 但是保羅身為人類本身 還是有罪心會軟弱啊 那保羅在這邊軟弱裡面 人就從我們的學習 他還是得獎賞啊 所以這就是恩典 就算你不要已經在律法裡頭 你軟弱 神的恩典還是 復辟著你在律法這件事情上面 成為一個祝福啊 所以不用擔心 本來就不是 除非你現在已經有移動101了 趕快跟我揮揮手 否則我們大家可以繼續往前 就算你有移動101 你也還要繼續往前 因為神給你的呼召是 承受世界 了解嗎 所以我們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你軟弱我怎樣弄錯我怎樣 再來就好啦 你只要有一條命在 神的恩典祝福就是不斷不斷不斷 每一天都是新的 之前錯又怎麼樣 我就再來啊 保羅事實上他也悔改了 他原本想要死在耶路撒冷 後來他 之後我們再來看 他就發現 他決定他不要死在耶路撒冷 那是另外一件事 這是之後 所以你看 我們剛才提到 所以全城的人就開始 因為他們以為保羅帶了一個外邦人進店 事實上保羅沒有啊 所以你的店門就關了 然後呢 他們那時候就想要直接殺了保羅 有人報信給營裡的千夫長說 耶路撒冷合成都亂了 然後呢 千夫長就帶著兵丁跟幾個百夫長跑下去 然後他們看見千夫長來了 就止住不打保羅 他們就發現 誒 治安官那個警察來了 軍隊來了 不能打 就不打保羅 所以保羅已經被人家打一頓 你看是不是惹動憤怒的 律法惹動憤怒 律法會受刑 被人家打得出算是一種受刑 實在就是我們不要去 但是就算軟弱了 弄錯沒關係啊 那你怎麼讓自己不要在律法裡面 絕書曾經說過 你們已經被我的道洗淨了 耶穌對門徒們這樣說 所以聽正確的講道洗淨你的思想 唱正確的詩歌 正確的歌詞 洗淨你的思想 用正確的角度讀聖經 洗淨你的思想 信的對活的對 OK 就止住不打保羅對不對 然後呢 千夫長就把他捆起來 問他是什麼事情 然後呢 反正大家要叫來叫去 每次群眾大家都叫來叫去 叫來叫去 所以呢 他就把保羅帶進銀樓裡面去了 然後呢 到了台階上 眾人就一直在那邊喊說 眾人在那邊喊 除掉他 除掉他 是不是很像耶穌那個時候 可是不一樣啊 保羅可以不用承受這一切了 耶穌要 耶穌是必須承受這一切的 耶穌不承受這一切 我們就糟了 可是保羅承受這一切 跟不承受這一切 我們都得救了 保羅不承受這一切其實也更好啊 他的福音可能會廣傳 後來保羅最後是在羅馬殉道被砍頭的啊 事實上他去耶穌撒冷這件事 引致他未來後來去羅馬最後被砍頭啊 事實上他還有 他如果這次沒有去耶穌撒冷聽神的 他搞不好可以再多活20年30年 搞不好還像約翰一樣活到100歲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現在都是馬後炮 而且馬後炮2000年的 可是總而言之 就是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對跟錯誤裡面學習 但是我們不要定人家的罪 因為我們自己不會比人家更好 我們光是為神承受這一切 你敢真心的說 就算為你失去生命 也要去耶穌撒冷嗎 我們不去耶穌撒冷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們順服神 所以我們不敢去 好不好 因為你知道會被綁起來 歪去歪去 可是這個時候 有些時候 屬靈的懦弱一點也好 就算是順服神 可是老實說 你看保羅這麼的堅持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使徒 所以神也使用他寫了13或14訣書幫助我們 我們不定他的罪 但是也在他的生命中學到經驗 所以眾人就在後面喊著說 除掉他 除掉他 然後呢 這樣要進營樓的時候 保羅就對千夫長說 我對你說句話可不可以 然後他就 那千夫長很害怕 你會講希臘話 因為希臘話是比較官方的 是有教育人才能說的 所以他就以為 他是一個兇徒 帶了4000個人的叛亂分子 一個埃及人 這是歷史上你去查 其實是有這個人的 然後保羅怎麼回他 我本來是猶太人 我身在吉利家的大樹 大樹是一個大學城 那時候那個地方有一個大學 可是那個時候大學城不是現在想的大學 是一個很有學術很尊貴的城市就對了 不是無名小城的人 他沒有在玩無名 他是無名小城 他不是無名小城的人 求你準我對百姓說話 所以呢 他就 千夫長準了 就讓他上台 然後他就用希伯來話 對他們說話 OK 然後他就說 諸位父兄請聽 他就用希伯來話 所以保羅事實上 在他之前的錯誤裡面 他還學很多東西 預告一下 事實上保羅之前被他亂打一頓之後 才表明他羅馬公民的身份 可是後來這些誘人要 這個千夫長等一下要打他 他馬上就說我是公民喔 你要打我 你打我你會出事喔 保羅也在他自己的錯誤裡面學習啦 在整個經驗裡面學習 保羅也是一點一點成長的啊 所以保羅很有聰明的事情是 他用希伯來話說話 所以大家會安靜下來 然後呢他就開始說 他是他自我介紹 我是猶太人 我身在大樹 然後呢我在加瑪麗的門下 這時候很聰明要講加瑪麗 因為加瑪麗是大人物 造他這樣子 他就說我是誰的徒弟這樣子 懂嗎對不對 然後呢 嚴謹的在律法師跟你們一樣這樣子 所以他先博得大家的那個關係 所以弟兄姐妹 其實我們今天時間大概先到這個地方 保羅開始演講 我們下一篇就會開始把保羅 其實保羅也是一次回顧 他曾經做過的事情的回顧 那我們今天第二十五集講到這個地方 弟兄姐妹 請你去思想一件事 我們其實看到 保羅是一個傳講不要遵守律法 要靠恩典的人 對不對 可是當保羅自己傳講了這個東西 他還是會軟弱自己會犯錯 那你就會覺得 可是保羅傳講恩典 他也不過有一點軟弱的律法 那就會發生這些事 那很正常啊 既然大家喜歡油推骨 我們就用油推骨的例子 你現在在窗戶旁邊 我跟你講 你千萬不要掉下去 你掉下去會很危險 所以呢 當我傳講 從樓上跳下去會很危險這件事 代表我跳下去不會死 是這樣嗎 誰跳下去都會有事好不好 所以保羅傳講你遵循律法 就會有這些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保羅自己遵循律法 他也會發生不好的事 沒錯嘛對不對 不會自動免疫的啊 除非你相信我跟你講 跳下去會很危險 然後我跳就不會有事 因為我傳講 不是這樣的 這是邏輯問題懂嗎 所以我今天只要跟大家講 你要懂得盡量把你生命中的律法除掉 可是到底怎麼除掉呢 現在很簡單啊 那你就是聽正確的 分享正確的 看正確的 唱正確的 讀正確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生命越來越好 我們其實現在已經有數百個見證 所有人聽到正確的福音 恩典的真理 恩典的福音 生命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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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改變 那保羅今天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即便是他也會弄錯也會軟弱 可是他仍舊大得獎賞被神使用 所以你不用覺得犯錯有什麼了不起 本來就會犯錯 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他就是我們的救主對不對 他本來救主什麼時候要救你 你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消防員衝起來把你拉出去 沒事啊沒有失火你幹嘛來 就是失火你才要來救我對不對 神就是你的救主你本來就會犯錯 不會犯錯的人並不存在 不會犯錯的人本身就是個錯誤 因為不可能存在這種的人對不對 所以呢你認為你不會犯錯這個想法 本身就是個錯誤 你認為你犯錯了神就不會理你這個想法 本身就是錯的 本來就是你軟弱的時候 神要做你隨時的幫助啊 那你會覺得我信耶穌之前軟弱OK 我信耶穌之前就不能軟弱了 你有看過你們家兒子不會軟弱說謊 你當你是小孩的時候就沒有任何犯過錯 或者是有怎樣 常常會很多問題父母要來單的嘛對不對 我記得我有一次開車撞到很擔心很擔心 然後我爸說我處理不用擔心 然後他就去賠錢 然後居然沒打我 好你懂我意思嗎 那時候就可以感受到你後面有一個後台 耶穌就是你的後台 我不是鼓勵你所以可以亂開車去撞人 我的意思只是告訴你 神本來就是在你軟弱犯錯的時候 做你隨時幫助的神 但是我鼓勵弟兄姐妹 你要盡量定精耶穌 彼得他定精的耶穌 所以他走在水面上有神蹟 他開始看環境他沉下去 如果你能夠更多的定精的耶穌 你可以少犯錯更多得著那個承受世界 你可以得著那許多神本來就要給你的 但是沒關係犯錯是正常的 好讓我把眼睛閉起來 做個簡單的禱告 爺穌謝謝你 連保羅都會犯錯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有一個安息 保羅這麼的火熱為耶穌 可是他還是會犯錯 但是他的那個錯誤卻成為我們的幫助 而他成為我們幫助這件事 他現在在天上又得獎賞 所以他的正確他的錯誤 都成為他天上許許多美好的獎賞 所以我們的正確我們的錯誤 當我們轉向神萬事互相效力 我們都會得益處 萬事互相效力叫那愛神人得益處 我們查過經 我們每一個信耶穌的人就是愛神人 你就會得到這一切的益處 主啊我們當中有很多人 也許你覺得那裡錯了 這裡錯了 這裡不對了 你MITANOYA轉向神 然後你會發現萬事互相效力 你要得著益處 主要幫助我們真正的跟你承認我們錯了 接受你 改變我們的生命 但是我們在這過程裡 只要你真心的相信耶穌基督為你死 為你復活 接受耶穌基督做你的救主 祂早就已經生免你一切的罪 你一定可以越來越好 更像耶穌 奉我神明禱告 阿們 好 讓我們站起來 我們來做信仰宣言 打從心裡唸一遍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獨生愛子耶穌 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勝過死亡 並且從死裡復活 我現在是上帝所愛的孩子 因他流的寶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極高的恩寵 及深深被愛 我永遠脫離疾病 災害與死亡 耶穌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請閉上你的雙眼 打開你的雙手 臨受本週的祝福 主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 今天我們看到保羅 上次保羅的選擇 這是保羅的一些錯誤 但是那個錯誤 仍舊成為保羅的祝福 也成為我們的祝福 我們不用害怕犯錯 因為神本來就是在 在洪水犯一之時 人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的神 所以我們生命中 也許有些東西好 也許有些東西不好 但是沒關係 神按照你完全的本相接納你 你就是儘管在神的面前 跟主講 我現在狀況是這樣 我是這樣 然後你來介入來幫助我 上帝要開始 做奇妙的事情 如果你願意交給他 放手交給他 不要自己一直抓著 你要看見 那個解決之道 開始出來 你會看見 你開始有那個勇氣去改變 你會開始發現 你有那個寧靜去接受 你會發現 你開始有智慧 知道如何做這一切的決定 你繼續用你生命 第28章的祝福來祝福我們 使我們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舉手不舉尾 在上不在下 白日太陽不能上我們 夜間月亮不能害我們 我們出我們如意的花 看顧保守我們 從今時直到永遠 主要是的 凡我們身所下 我們手所做的 我們手機所按的 我們電腦所按的 我們所做的各樣的報告 我們所做的各樣 手上所經辦的各樣的事情 我們炒的菜 我們整理的家務 我們開的車 我們碰到的捷運 甚至於你碰到的房子 這些都要蒙福 因為祝福是追隨你的 主要是的 我們生命中 無論是你是學生 或者是工作者 或是家庭主婦 或是各樣的事情 或者是你現在待夜中 神要祝福你來引導你 使你經歷了一切的 幸福的美滿 主要是的 讓我們在工作中 有成就感 不是只是虎口而已 主要我們當中 讓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所做的各樣的事情 都能夠活在那個意義裡頭 謝謝你如此愛我們 然後我們要知道 就算我們自己犯錯了 神仍舊是介入改變的那位神 這就是我們的神 我們不用完美 我們只管到祂面前 就很像你的孩子 不用好像要完美 才能夠在你的面前 祂就是你的孩子 然後你要幫助祂 越來越像耶穌 謝謝主耶穌 用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天感動 常與眾弟兄姐妹同在 從今時直到永遠 大家一起說阿們 好 弟兄姐妹 聽完今天的分享 再來我想邀請你做一個禱告 邀請耶穌住在你的心裡 這是完全沒有任何要求 是白白的禱物 所以如果你願意的話 請閉上你的眼睛 我說一句 你跟我說一句 得到這個美好的祝福 好 要開始了 請把眼睛閉上 我說一句 你跟我說一句 親愛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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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邀請你 我邀請你 住到我的心裡 住到我的心裡 來祝福我 來祝福我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謝謝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謝謝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看見豐盛 看見榮耀 看見榮耀 親愛的聖靈 親愛的聖靈 請你現在來充滿我 請你現在來充滿我 來引導我的一生 來引導我的一生 使我精力超自然 使我精力超自然 親愛的阿爸天父 親愛的阿爸天父 謝謝你帶我回家 謝謝你帶我回家 我現在是有家的人 我現在是有家的人 是有後盾的人 是有後盾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我是神的兒女 我是神的兒女 這樣禱告 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